不愁明天的邪将 从前有一位正直的国王 他常常装扮得很邋遢 到王宫外去了解国民 有一天傍晚 国王来到了郊外的一座破旧的房屋 里面的主人 正在向神祷告赞美 准备吃晚餐 虽然只有简单的食物 他的笑容却灿烂无比 国王上前好奇地问 你为什么这么快乐呢 邪将说 我是个邪将 今天赚了足够的钱 晚饭有了着落 当然开心了 国王又问 如果明天没赚钱 你还会开心吗 邪将微笑地说 赞美神 每天自有他的安排 说完 邪将把面包切成两半 分给了面前邋遢的国王 晚上 国王回到宫殿 对邪将的话越想越怀疑 国王想 真的有人可以不管好事坏事 天天赞美神吗 我要考验考验他 隔天 邪将进城 到处都公布着国王的命令 禁止在城市里任意摆摊 邪将 邪将看了 心里想 人人 天天都需要水 那我可以挑水 到了傍晚 邪将又获得了足够的钱 预备好了晚餐 这时 国王再度出现 进入邪将家后 对邪将说 我正在为你担心呢 你的生意 是不是受到国王命令的影响了呢 邪将回答 我今天为人挑水 赚到足够供应一餐的钱 国王再问 如果明天 你找不到工作呢 邪将仍然充满信心地说 明天 赞美神 自有他的安排 第三天 邪将刚到城门口 就看到布告 上面写着 从今天开始 不能在城里挑水 于是邪将回家拿了一把斧头 上山砍柴去了 又有足够的钱 来预备一餐 到了傍晚 国王又来到他家 问邪将说 如果明天你真的无法赚到钱 怎么办呢 邪将仍然回答 明天 赞美神 自有他的安排 隔天早上 邪将刚进城 就遇见侍卫长对他说 近日需要更多人来站刚 你身体强壮 有义务为国王效力 于是给了他一把剑 命令他站刚 一天下来 邪将没有赚到一分钱 但他知道晚上还会有客人来 于是到当铺 把站刚用的剑当掉 预备晚餐给自己和国王 并做了一把木剑 来代替真剑 国王问他说 万一明天 侍卫长发现你戴的是木剑 那怎么办呢 鞋将回答 赞美神 自有他的安排 又一天早上 鞋将站刚时 忽然一阵骚动 有个少年偷了面包被抓住 集市上的人都过来看热闹 世卫长严厉地说 偷窃的惩罚是砍手 世卫长向着鞋匠招了招手说 要你的剑把小偷的手砍掉 少年苦苦哀求地说 我饿了几天了 实在是没办法才这么做的 鞋匠看着少年求救的眼神 突然间他跪了下来 仰头向天大喊说 神啊 如果这个人值得宽恕 请把我的铁剑变成木剑 围观的人群都屏住呼吸 鞋匠拔出剑来 众人顿时发出一阵阵惊呼 此时 国王从王宫出来 走到鞋匠面前说 从今天起 你可以每天都与我共进晚餐 从此 鞋匠成了国王器重的大官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 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够了 为着你的未来 你必须信靠天赋 你的定命不是在你的手里 你的定命是在他的手里 你要将一切交给他 只要学习说 哈雷路亚 我有一位天父 在各方面照顾我 水深之处 分享让更多人 认识这位赐福的神 是 是